二百七十七章 万刃封顶 有了锦行纸的加入,这一路轻松了许多,晴晰的三摇针火见证,墨天歌的白丝帕,再加上锦行纸的见光护体。 原本以为还要一天多的时间才能到封顶,只一天时间便到了,若不是顶峰因为静止崩塌而释放出大量的摩奇,三人不敢靠近,说不定还更快。 到了封顶,墨天歌愣了愣,这是众先虚? 这间乱石处处,临摹胶杂,一片荒芜,哪里配得上一个仙子? 晴晰道,所谓众先虚,不过是我们这些后人的称呼。 天摩山是远古以来的战场,说是埋葬众先,其实不过是众先陨落的地方。 墨天歌叹了口气,仙摩还未分裂的时候,原落在这里的可是实实在在的仙人,所达到的成就也许他们一生都不能奇迹,可这些仙人也不过落得如此轻体。 晴晴智笑眯眯的道,你莫要小看着这个地方,哪怕经过了这么多年,也留有不少重新的宝物,就看你有没有机缘拿到了。 是吗? 寂寞远眺,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只有一样,这里的灵气太浓烈了。 天空浮着一层透明的灵气层,连以往见过的灵气都要沉脆干净。 在这个灵气笼罩的地方,魔气只能在外围游移。 那是什么?怎么我从未见过如此特殊的灵气? 这是仙气。 清晰道,死在这里的仙人太多了,他们死了之后,身体不会流藏,都化成了仙气。 原来如此。 行了,你们有话留着以后慢慢说,该干活了。 仙心只一挥手,背后飞剑出窍,蓄势待发,率先走了过去。 秦熙也向他点头,走吧。 虽然没有魔气,可仙气也一样可怕。 他们只是一些修仙者,还不是仙人。 仙气中包含的强大力量,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也等身体被仙气侵入,就会暴体而亡。 三人运起各种防御手段,小心翼进入乱世之中。 没到万人分之前,他们偶尔还能见到地方有尸骨。 但是这万人分顶,却是干干净净的。 因为仙人死去之后,就连骨头也不会留下,而是直接化作仙气。 周围有许多法术留下来的痕迹,哪怕经过了百万年,这些痕迹依然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来。 因为仙人有遗山倒海之呢,他们的法术威力太大了,留下的痕迹自然壮观无比。 比如这万人分,原本与其他山分都是相连的,只是不知为什么仙气横拼而断,因此成为孤分。 这万人分上十块,他们连取消一块都不容易,对于仙人而言,却轻轻松松,将之霹裂。 还有这分上有个巨大的湖泊,仔细一看,却是一个水法术留下来的痕迹,历经百万年,竟还存在。 还有那些乱石,那些焦黑的痕迹,巨大的坑洞,无不是法术的痕迹。 虽然没有看到仙人的遗骨,墨天歌却实实在在看到了百万年前那场宏伟的大战。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自己在亲身经历那场大战,看到法术横飞,仙气交错的场景。 秦夕特意走得很慢,似乎可以让他好好体会这种感觉。 简行指少见得一脸严肃,默默地看着眼前的情急。 三人近乎悠闲的前进速度,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断。 简行指走在最前面,突然一脚踩下去,听到轻微的咔的一声,然后一阵轻烟冒起。 简行指反应也快,飞剑飞速掠出,仍已跃着半空,看看闪过一道闪电。 墨天歌与秦夕二人瞬间飞开,秦夕的三阳针火箭立刻反击。 墨天歌一挥手,白丝帕化作一道青烟,缠绕而去,同时手里扣了法宝,随时准备出手。 随后三人都站了这儿,因为不是妖兽,也不是静止,而是,就是一团青烟。 简行指的剑光已经刺了过去,秦夕的三阳针火箭又瞬间撩起火红的光芒。 可是,这团青烟当时被批散,瞬间又聚集了起来。 这是什么? 简行指诧异,看向秦夕,你上次来见过吗? 秦夕摇头,我也不知道。 墨天歌当然更不知道。 刚说了这么两句话,那台青烟慢慢地向他们涌过来。 三人不敢大意,各自退开。 墨天歌速度稍慢,只觉得手臂上一痛。 低头一看,青烟飘祸的地方,白丝怕的雾气竟被腐蚀了一片,她的衣袖也浇了一片。 秦夕上前一把拉着她,退开一段距离之后,拉开她的袖子,借进她原本光洁的手臂上,同样浇黑了一片。 秦夕蚀蚀蚀蚀蚀蚀,疼吗? 墨天歌皱着眉头道,心不管,这东西怎么办? 简行指又是那四笑非笑的表情,瞥过来一眼,说道, 飞剑砍不动,法术烧不了,还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跑了 话音一落便预计飞剑 狂奔而去 秦夕见状摇摇头 下一刻袖子一甩 激出飞云 拉着墨天歌 也逃着摇摇 那台青烟追了上来 速度不慢 但不管是紧行止的飞剑 还是秦夕的飞云 速度都极快 过不多久 那青烟终于不再追来 三人停下 都是松了口气 这什么古怪玩意儿 紧行止低谷 没人应看 清晰拉开墨天歌的衣袖 看着被青烟腐蚀的肌肤皱眉的 不对劲 这东西 本来只觉得有点疼 这会儿墨天歌也觉得 火辣辣的疼 而且这种疼 还越来越厉害 他原本忍着 到最后 也是忍不住了 揪着秦夕的袖子 冷汗直冒 疼得厉害 秦夕知道他的性子 若不是真疼 绝对不会叫的 当下从乾坤袋里 取出一枚丹药 吃下去 墨天歌 一言吞了 感觉好受了些 秦夕按着他的手臂 慢慢释放出灵气 从商处开始 一点一点细细检查 怎么 这东西有什么古怪 进行指 见他们这模样 便问道 秦夕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 突然一掐指掘 一串真火 从他掌门冒出 贴上那片焦黑 墨天歌 色索了一下 他的真火 并非普通的修饰真火 原本修的就是火系工法 又身怀精脆的杨领气 这一烧过来 本来也觉得毛痛的手臂 又感觉到另一种痛 秦夕发现了 他舔顿了一下 调用杨领气 将真火包围起来 然后慢慢烧过去 疼痛烧坏 墨天歌慢慢地 感觉到杨领气 不需要他自己调动 体内的阴领气 迎合上去 两者交汇在一起 秦夕的真火 被阴阳二领气包含着 慢慢地撩烧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谈焦黑 终于开始缩小 等到这焦黑之色 从墨天歌的手臂消失 两人灵气 竟已耗散了大半 锦行指 看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见他们停止 便问 这是怎么回事 你的真火 既能烧掉它 为什么刚才却不行 秦夕道 这是我结音之时 悟出来的极阳真火 跟三阳真火 建的真火 不一样 那为何刚才不用 这个问题 让秦夕 轻哼了一声 你说得倒轻松 这真火调用起来 非常麻烦 那烟速度太快 根本来不及 哦 原来是这样 锦行指点着头 既然你能疗伤 那我就放心了 别高兴得太早 秦夕默然地撇过它 若是你 我却无能为力 啊 锦行指不解 这是为什么 秦夕却没回答 只是摇了摇头 对墨天歌的 先休息一会儿 恢复灵气 他的极阳真火 非常霸道 若非他与墨天歌的 阴阳二灵气 可以做缓冲 只怕没把这团 黑气烧掉 墨天歌的手 已经被他烧掉了 墨天歌与秦仙二人 轮流打坐 留一人戒备 摆明了不相信锦行指 锦行指无趣 就说到周围看看 等到他身影消失 正在打坐中的秦夕 突然睁眼到 这小子 也不老实 虽然一直以来 秦夕的态度很明显 就是不喜欢秦心指 可言谈之间 却是与他棘熟的样子 比如这一句 若是不熟的人 他从来不会用小子 这个称呼 墨天歌便问 他与你是什么交情 我总觉得 你们两人虽然不大说话 对彼此 却很了解 秦夕一笑道 当然了解 我与他认识一百多年了 比枯木几人 都要走 哦 这是为何 秦夕没有立刻回答 他反而笑盈盈地问他 你猜 墨天歌想了想 也说过 他是古剑派 崇光剑尊闻下 可惜师父早逝 在古剑派 颇不得知 想来 他师父在的时候 他也是天之交子了 清晰汉手 不错 墨天歌接着说 看他年纪 似乎与你相当 想来 也差不过百岁 你们二人 既然年纪相当 又同为大门牌 原音修士 坐下得一弟子 说是同一类人 并不为过 莫非 是因此认识的 秦夕只是笑 拉了他 坐在自己身边 我到底 有没有猜对 对了一半 秦夕挺了挺 慢慢与他说道 其实 我与他认识的时候 并不知道 对方的身份 莫非你们二人 是在外游历的时候 认识的 嗯 那时 我刚刚注击中期 他也是如此 这么早 墨天歌有些惊讶 注击中期 那他岂不是 才三四十岁 秦夕笑 左手摊开 金光耀目 三杨针火箭 出现在他手中 他望着这边间 感慨道 一转眼 一百五十多年了 当年 便是与他一起 得到此间练着之法 与配套功法的 就连杨宁珠 也是那一次 一遍遇到的 什么 看着墨天歌 难以置信的样子 秦夕收了件 慢慢细说 当时 我进入 注击中期 还不久 有一次在外面 凑巧与别人 进了一处 叫廊山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奇怪 此生周围 无不是上家的 上品林脉 他却一点 灵气也没有 没有灵气 墨天歌脑中一闪 是否 就是因为 杨宁珠的关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